大家好,你們好 想知道地球的水污染有多嚴重 先問問Sandra Sandra,你好 我真的很想知道 現在地球上的水污染有多嚴重 其實地球是一個水的星球 70%是水,30%是陸地 大家以為70%是很多水 但是70%裡面只不過是2.5% 才可以用來飲用,才是淡水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製造了很多污染 這些水很多已經不再是H2O的形狀 已經是因為我們排放很多化學品 就已經是真正正正的水的形狀 已經是轉了 所以問題是很嚴重 這個是比較普遍的問題 我想知道在Montreal 我們現在住的一個城市 這個水污染程度是否很嚴重 很嚴重其實是不同的方面 例如現在我們的發電廠 發電廠和水污染有甚麼關係 有關 其實我們在一個堤壩的時候 我們在很短時間 影響了當地的自然生態 例如本來一棵樹應該浸在 應該是在陸地上面的 就浸了下水 本來那些植物是應該浸下水的 就突然間有一個旱災在 而問題就是 當那個James Bay的地方 那些石頭應該是在陸地上面 那麽現在迫著就浸了下水 那麽當它那些水沖到的時候 因為這些石頭裏面有些少許 有些少許水銀在那裏 那麽當它不斷受這些水的激烈 這樣沖的時候 那些麥克里就慢慢散化了 在那些水裏面 那麽變成我們的水 是有麥克里在那裏 是靠魚維生的那些居民 吃了這些魚 亦都是看到他們的身體裏面 是含有很高的水銀在那裏 所以提拔就是 大家以為我發電 那麽沒什麽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 大家節省點電 可以減輕我們提拔的負荷 其實是有幫助的 和水污染有幫助的 原來其實發電廠和水污染 都有關 那麽我知道 除了這個發電廠之外 這個農場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是的 我們灰北克省 其實養了很多豬 養了很多很多豬 那這些豬 是不是豬肉便宜一點呢 我又不覺得 我們很多這些豬 其實都拿去export 都是德國家的 那這些大部份的豬場 都是在灰北克省的北邊 那他們怎樣處理呢 這些現在這些豬場 就已經不是我們很久以前 就是一個農場幾隻豬 這樣算的 現在是去一個大的工廠 把豬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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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這些農場根本不是真正好好處理它的豐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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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櫃�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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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邊有跟我們有甚麼關係 水的源頭就是北邊 沒錯 沒錯 我們身為Montreau住在下流 他們在上流 那我們的糞便都流出來了 對 流出來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幫助在這個情況下 或者減少吃少許豬 或者去減少吃雞 雞用水的方面會少很多 其實我聽聞當時在修女島 那邊的水污染也很嚴重 聽聞管道排泄有問題 把很多糞便和垃圾都排在河旁 令到自己會害自己 對 其實大家不要靠污水處理廠 就想著可以好好處理污水 根本沒有辦法100% 現在其實水素量越來越差 記得早期的時候 你打開水龍頭就這樣喝就行了 現在如果沒有濾濾 大家都會害怕 對 所以大家在家庭方面 我這次拿了一些產品出來 可以看看 家庭方面我們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譬如現在很多我們平時清潔劑 很多藥物在裡面 是可以殺細菌 但亦都可以污染到我們很多水 那譬如呢 例如Phosfit 即現在很多 現在這個產品 這兩個產品是好的 這兩個產品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很多洗衣粉 你盡量去買Phosfit free 即是沒有Phosfit 這裏有寫明的 這裏有寫明的 例如今次這兩個產品 就是Bio Degradable 即是可以溶解的 可以分解的 比起其他的清潔劑就好很多 分解不到的話 就會… 污染程度很高 是… 還有如果種花的朋友 種花的朋友 就盡量減少用農藥 因為農藥也有污染水 也有很大關係 另外就是產品方面 為什麼我帶了這些東西 產品方面就是 現在布料 布料其實掩飾的話 是亦都需要很多水 還有用很多那個漂白那個process 是排了很多污染物 如果有得選擇的 或者買一些沒有染色的 例如我今次在IKEA 買了一張床單 床單都無所謂了 或者買一張沒有染色的 藥色也挺好看的 對呀 不錯的 而且我也知道 例如現在很流行 即是有機的棉花去製造 有機的棉花是減 很少用藥藥 是天然的種植 如果我們在市場買的時候 市場買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寫的 很多已經寫了 原本的產品 或原本的產品 或者原本的衣服 我知道H&M 已經開始買原本的衣服 大家留意 去幫助這個產業 對呀 那這兩瓶水呢 這兩瓶水 一加一張水 是用差不多七倍的水 去製造這個膠瓶 大家買的時候 不僅是買一公升的水 而是買七公升的水 因為製造這個膠 要凍解 即是要冷卻 要冷卻 所以用很多水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盡量自己一加一瓶 其次是紙 紙 大家可以盡量買再造紙 除了在省樹林之外 原來我剛剛發現到 去製造50張紙 50張白紙 是需要80加侖的水 去製造紙的 哇 那就是不要浪費了 不要浪費了 大家不要浪費了 即是兩邊寫了 兩邊寫了 或者去買再造紙 再造紙 是省了80%的水 很好 很寶貴呀 這些資源 是的 我想知道 其實水跟全球熱化 都有些關係 對嗎 全球熱化 之前說過2.5%的水 這些淡水 大部分都是在冰山儲存的 冰山溶的時候 經過河流 給我們一些清水 但是現在全球暖化 這些冰山開始溶 但是當它溶的時候 是流入我們的海水 由淡水變成鹹水 變成我們根本是 將我們的飲水 那個 資源是減少於來越少 減少於來越少 所以不單是污染 問題是很複雜 和很嚴重 是的 很感謝你 今天時間問題 今天採訪到現在為止 我今天非常感謝你 連續四期都想來 跟我們教育一下 我們怎樣去愛死下我們的生命 愛死下我們的地球 多謝 謝謝 謝謝 謝謝